等到做完这些的时候 张副将率领的五万大军 已经快要到城下了 苍修玄亲自指挥了他的三万将士 出城应敌 五万对上三万 在人数上 的确是一个不小的差距 张副将的那些人 看到苍修玄带出来的这些人的时候 一个个都笑了 原来他也就是这么点点的实力 别人都大军压境了 肯定是要把自己全部的人 都带出来护城 而苍修玄的全部能用的人 竟然只有这么一点 看来这次他们是必胜无疑了 都不知道威远将军在顾忌什么 将士们 都准备好了吗 身后的将士 个个挥舞着自己手上的武器 已是自己现在的状态 苍修玄满意地转身 目光冰冷地 看向了对面的军队 苍修玄 我劝你还是不要再做什么无谓的挣扎 你若是投降乖乖地跟我走 你手下的这些人 我还可以考虑放他们一马 苍修玄根本就没有理他的打算 他既然敢来 那也别想再走了 倒是苍一 看不上张副将这嚣张的样子 你今日敢出现在这里 就说明你已经做好了必死的准备 若是你死了 我们也可以考虑放你手下这些人一马 毕竟这些人也没有几个是你的 不该为你的愚蠢买单 若是今日带着这些人来的是 威远将军 说不定他家主子还会多给一次机会 但眼前出现的这个人 在他们家主子面前 根本就没有任何面子可言 废话少说 量出你们的本事来 说完 张副将便让下面的人挥动了战旗 吹响了号角 双方开始派大将出去应战 第一回合打得十分的轻松 张副将那边的人获胜 苍修玄这边的人自知不敌 打了一会儿之后便撤回去了 这第一场的胜利 让张副将他们那边 所有人都嘚瑟了起来 仿佛他们已经拿下了 整场战争的胜利一般 苍修玄这边的将士 并未受到任何的影响 甚至苍修玄连眼神都没有变一下 而接下来的战局就完全不同了 只要是对战的将士 没有一个是胜了的 张副将的那张脸 一次比一次黑 但还想着 要趁着这个绝大的机会 拿下仓修玄的 可是现在这样看来 根本无法净身 眼看着战局对他们越来越不利 张副将担心影响到将士们的士气 当下也不跟他们玩这种车轮战了 直接下令开战 这是迟到的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